马娃台风现在逐步逼近 但很麻烦的是 它的速度又慢下来了 我们来看到未来它的一个移动预估路径 会往西北的方向来前进 可能要到礼拜三的时候 才会明显的北转 接着会在我们东部的外海 这个往北前进之后 才会往东北方的方向来移动 不过目前看 看到这个外面的一个圈圈很大 其实这代表说都有70%的机会 所以说不排除 如果它往东边一点的话 当然对我们的影响就会变多 但是如果它往西边一点的话 对我们的影响相对来说 就会变得比较小 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在路径上面 还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 就是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明显的导引气流 带着它往一个地方走 所以说现在持续的还要帮大家来关注 每一报的最新路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马娃台风在昨天的时候 减弱为中度台风 可是可以看到它的七级暴风半径 还是非常大 有280公里 因此尽管它现在都还没有进到巴士海峡 但是它外围的一个外流 外围云系就已经离我们非常接近了 所以说有些地方 从今天的午后晚上开始 就会明显感觉到有雨开始慢慢的下起来 不过呢 马娃台风从这个上面的云图上可以发现 它在西北上线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弱的 主要就是因为呢 在台湾附近是一个比较偏干的空气 所以说明显的水气变少 也让它在西北上线这个地方明显的有偏弱 因为我们可以看看 在它右下角这个地方 比较偏紫色这边 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对流云 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边水气比较多 所以说发展的比较好 但是呢 在台湾附近水气变少 相对的对它的影响就有明显的一个冲击了 再来看到 另一个方面呢 还有包含就是海水温度了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马娃台风 其实当初它在热带性低气壓的时候 短短的一天 就已经发展为轻度台风 隔两天之后就转为中度台风 隔天呢 又变成强台 可是接着呢 它在碰到关岛的时候呢 稍微减弱为中度台风之后 很快的 因为在这个海水温度都很高 所以很利于它的发展 因此马上呢 又转为强烈台风 只有大概短短不到一天的时间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在海水温度方面 对于台风来说真的非常关键 但是呢 马娃台风现在慢慢的要来到台湾附近了 可以看到台湾附近的海水温度 其实并不算是很高 没有说很利于它的继续发展 所以接下来呢 预计它会慢慢的减弱 但是在影响台湾的这几天 还是会是一个中台之姿 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所以带你来看到接下来的降雨时间 受到它的外围环流慢慢的影响 在今天白天的时候 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花莲 逐渐的就会转为一个有雨的天气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雨哦 顶多飘飘雨或毛毛雨 雨势并不是很大 但是到了今天晚上开始 就可以发现降雨的范围有稍微扩大 而且颜色变得比较深 可能下雨的时间变得长一点了 那么到今天晚上明天这一段时间 尤其是在明天的白天开始 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有雨之外 整个东半部到恒春半岛降雨机会都很高 特别是在宜兰还有花莲地区 下雨的时间变长 雨势变得比较大 那么到了礼拜二晚上 礼拜三的早上这一段时间 可以发现在宜兰地区 还有花莲地区 雨又变得更大了 可能会来到局部性的大雨 而且呢包含桃源地区 也开始会有比较高的降雨机会 所以说整个下雨的时间会变得拉长之外 影响会变得更明显 而且降雨范围也会明显地扩大起来 尤其呢是到周五的时候 随着马娃台风 它逐渐地沿着我们东部的外海北上之后 因为它是一个逆时针的环流 所以说到时候整个北部地区 还有甚至在中南部地区 可能也开始都会有一些漂雨的状况出现 那么在东半部地区 当然还是会有很高的机会下起雨 尤其是在山区的部分 可能降雨的时间会变得比较长 而且下雨的时间也会变得比较久一点点 雨势当然相对来说也会比较明显 所以说呢在周五的时候 全台的观众朋友都要留意 可能会有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跟风雨出现 那么现在呢我会提醒观众朋友 千万不要前往海边移动 因为呢目前在台东有出现了浪高5.4公尺 蓝雨出现了6米的巨浪 这是非常危险的哦 有可能在观浪的时候 突然呢来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大浪的时候 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那么除了在东部之外呢 包含在花莲 宜兰地区也出现了2米到3米的浪高 基隆北海岸啦 恒春也都在2米之上 所以说这几天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活动 因为真的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事故 不过呢回到今天来看 在温度方面呢 东西有点不同哦 虽然说东半部地区今天降雨机会比较高 但是实际半部的话 就要留意高温的影响了 因为受到外温环流下沉消影影响 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四新竹以南地区 都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高温 像是今天在新竹苗栗 还有台南高雄就有可能出现36度的高温 其他地区感受也是很闷热 可能在星期二星期三的时候 这些地方温度还会再更高一点 要到礼拜五 等到有一些受到外温环流云系影响 雨带甩进来 中南部地区有下雨机会比较偏高的时候 温度才有可能稍微下降 而在这之前反而要留意 因为受到台风下沉作用影响造成的高温 会出现在新竹以南地区 所以说观众朋友反而要多喝水 避免在外头可能晒太阳晒太久 很容易会被晒伤 可是在大台北地区 还有整个东半部 甚至到恒春半岛 接下来尤其是明天开始 会受到马蛙台风 它的外游环流影响之下 降雨机会 风雨慢慢的会越来越明显 所以大家也要先做好准备 以上是这节的气象资讯 再把时间交还给佳琪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